他提不出 谁这么大数的导致就玩了 他这个东西不合理 你们谁为老人 注意看 这个大姐不一般 高傲大姐又来相亲 直言娶她必须换访 大哥 没有这样的 结局出乎意料 畅快淋漓 今天的男主角马大爷 69岁 退休金6000元 住房面积150多平 退休前是一名人民警察 退休后心甘情愿的当起了奶烟 瞧着逢人几尺的嘎嘎六 屋子也收拾得整整齐齐 老伴离开后的六年时间里 爸也一直没有在找 而是把全部心思放在了孙子身上 从满月开始照顾 前前后后带大的三个小孙子 真看不出来 这粗犷的外表下 还有一颗柔软的心 爸里的择偶条件很简单 那就是得爱孩子 有些女嘉宾把这个钱放到第一位 谁是感情里放到第一位 你没有感情人的钱一花就了 马哥是活得明明白白的 钱是绑八蛋 自己成灰了也带不走 感情才是第一位 这思想何家住不远的李大姐差不多 说巧不巧的 两个人还是同行 这位肉糊糊的大姐叫李丽梅 今年59 大姐这双眼皮 是不是20块钱让人用纸袋剪疙的 看样生活的挺不错 那二下巴都藏不住 我们俩介绍一下 这个马正哥 马大哥 李丽梅 李丽梅 你好 非常高兴 大哥家这个宝石大 嗯 这个宝石大 看大哥这小大妈 这个大哥自个做的 哦 我已经给小孩儿管 嗯 发明创作好厉害的 看李姐怎么样 肯定是被这个老男人的气场 给拿捏住了 大哥也是挺胃 在李姐面前 整了一处大胆子膝盖 我看大姐在这里 我能放准备 那是谁 你去洗劫 我得给你找宝 你来挖啦挖啦挖啦挖 你来挖啦挖啦 你去洗劫 李姐那小眼神 都没离开过马哥 都把大姐整害羞了 还往边上坐了坐 我去这 别看大姐不怎么给马哥说 心里那是成开心了 以后和大哥过日子 猪头肉怎么分都想好了 两个人看样是挺对口 对双方感觉都不错 大姐一激动 还忘了怎么夸人了 说马哥挺思想 一下把马哥又说老了十岁 大哥还主动提起了李姐 说视频底下点关注 下次观看不迷路 我那天 我看电视我都看着你了 我就第二次见你 是吧 那大姐就不用介绍了 那大哥你多说点吧 那你都了解大姐了 看过电视 那我也没想说的 这个时候都见面了 你电视都认识了 这师傅都认识了 电视你看怎么样 看电视怎么样 看得好 不错呀 不错 毕竟是看过上一集 马哥对大姐还是比较了解 要是李姐是老虎 马大哥那就是武松 以后要是过日子 肯定能给管得服服帖帖 红娘上来一顿夸 把李姐听的 对这个男人的爱慕 又多加了几分 大哥平时没事行自驾游 开车自驾游 不满流的 完了 每个杯的包是自可逢的包 然后 大姐小桌的是自己做的小锅的 那二名成功都不厉害了 没有 他不会 你怎么点 他啥都会找 七点七点 什么都会做 没事 那你说你大姐呢 你说你干啥呀 咱也不走 男人也不会做这个事 他们来了 大哥你又周六来 大哥周五出去摆菜 我们周六的菜摆了大概都摆了 怎么玩的 我还是周六吃完的都摆了 我觉得人挺好 是吧 刷上闹壳 跟你说家伙什么都会干 挺好 是吧 男人呢 就这个年龄会做家伙不多 男人我爸擦手都不会 咋都不会 因为他们会做这些东西 真的挺很闲 说起码的 大姐这脸上挂的横肉 都没下来过 现在是对大哥非常的满意 恨不得原地就把自己就给嫁了 但一说起老伴 大姐这边又有意见了 你婚姻什么情况 我老伴去死 今年七年了 哦 毕业 哦 就这个骨头的和三个堂存件 那手势呢 手势选不了 哦 是在这屋吗 在这屋住的时候 哦 对 这个房子的原来前妻住 我害怕 其实很重要 那 没那个正买的 大姐正会扯 马哥前妻都走了六年了 你说住这个房子害怕 意思是想换个房子呗 他提不出 谁这么大数导弄这玩意呢 他这个东西不合理 您身为老人 相信大姐竟想好事 直言在一起必须换套房 大哥不惯着 结局大快人心 白小 我是警察 生死不怕白小 嗯 你把脑小了 所以 其实 换个小的也可以 是吧 咱也不要人家 咱啥都不要 我啥不缺 我家自由 那你家啥都不缺 你给大哥整一套房子不行吗 对大哥感觉是哪哪都好 就是很在意这套房子 自己说不出口 就拜托红娘给马哥商量商量 你说咋办 哈哈 你咋办 我说这事 你跟他能死先吗 好 就是换个小一点 然后 换个环境 这大股有多好 就是意思 因为他前妻底下就找我 行 你帮我帮他看行吗 对 嗯 这个呢 你姐姐 嗯 我也想接着 你姐姐姐 就这样的话 嗯 就 对 因为我大手不下 啊 那个大姐的意思就是 大姐说 这个房子大 但是那个 大小不重要 然后要是 两个人真的在画的话吧 嗯 大姐想要 说 两个人换个地方住 因为吧 老伴在房子里边去睡了 但是 你胆小 马哥听完就一阵嘎笑 留下个表情 让李姐自己去猜 他提不出 谁这么大股 找到这玩意呢 他这个东西不合理 要按道理讲 谁呀都是生老病死 嗯 谁没老人 嗯 这个他 就是说 他针对我也好 就是说 以后他跟别人提的这个王 也不对 大哥说的对 这把年纪的谁 还和你折腾着玩 有那换房子的钱 多买两斤猪头肉不香啊 看大姐的架势的 换个房子和喝水一样简单 光想着自己怎么舒服了 也不考虑一下大哥的感受 让我说 大姐就不应该来相亲 自己一个人过怎么都舒服 今天的相亲 基本上算是凉凉 马哥说 既然人家大老远都来了 不能白来 请大姐吃个饭 最后二人的相亲宣告失败 好了 老铁们 有什么想法 请在评论区留言 喜欢星空笑说鱼的 请关注不迷路 长按红心点个赞 我们下期再见 这个大姐真奇葩 相亲还带着干吗 咱俩在一起 生活 生活费我全存 那是 我每个月 我再给你一千块钱 你自个随便花 我的想法 就你敞亮点 这敞亮来敞亮去 既要钱又要凉的 大哥又该破产了 我的想法 就你敞亮点 你把这个话说 对 对 我说的对 我也没要求你 不要求 我们不亏是你 我那种想法 我说不出来 全有妈替我说 不是 你别让你骂死我 你说 不是 因为我的想法 她能值得 几个意思啊 波姐 你是说不出来 你是不好意思说吧 这娘俩一唱一和 配合的天衣无缝 要不是脸上的归胶后 皱纹都可以加紫纹的 还好意思在这里装淡 在你们身上 看不到一点付出 只有一味的索取 虽说男的挣钱 养家没有错 但你们今天的表现 就是冲着钱来的 别以为化个妆 都觉得自己值钱了 所有的话要 都是我说 这是一点 那这必须你 还必须你出 说的这么理直气壮 真是赖蛤蟆打哈线 好大的口气 这是哪家的名门之后啊 你爹是天蓬元帅啊 这娘俩仍然是不依不柔 一定要让大哥给个具体的数字 你就藏链的 就是我负担咱俩所有的生活费 我一个月给你夺的零花钱 你自个 你自个 我并不是说 我拿着这两千三千 我就给你了 完了你需要啥 我就买它 就正常了 给大姐买不也一样吗 以前给了大姐 大姐买不也一样吗 那也行 也行 你还是说的领导一些 比较好的 对对 咱们就是预约给都行 我不可能的 我假的就是给 拿上你是给一百万 什么爱情不爱情 别太天真行不行 老年相亲讲实惠 有钱就能吸烟红 希望下一步能接触吗 不想接触 我不想接触 你这个话说 我应该接触不了 得了 东拉西扯了半天 最后扯了个寂寞 一个是想找长期饭票 坐享其成 一个是空门想白票 你俩要能成 绝对是双剑合璧天下无敌 好了 如果你也喜欢这种老年相亲 动动你们发财的小手 长按点赞三秒钟 感谢您的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 相亲现场 大叔表示自己的工资 全部上交 不用你方出一分钱 那他诚意满满的表白 能否俘获阿姨的芳心呢 余震阳 余大叔64岁 离退休金4700元 住房面积60平米 一进屋 红娘发现于大叔家 门口的衣挂上 挂着这样的东西 上班带呀 我要是想画的 就下几个人 最给你们 谁呀 这都是这啥人 我看 西服 我这边 全是职业 就我们夏天独乐时候 你看那小孩 都西装隔旅 由于之前工作环境的需要 他每天西装隔旅 所以现在的余大叔 穿着打扮都很统一 那余大叔以前是干啥工作的呢 我评论 我们的厂就像原先 小时候穿成搞销 那种书拍 放着 对对对 放在那边当组织 你看我们16个部门的经历 这下就没得多 余大叔和红娘说 他这辈子干过很多的活 他曾在长春纺织厂当过木匠 也是在这里 他认识了他的前妻 我在我们厂都是有个喜欢的 我俩老好 不能好 那上班一起回来 上班一起走 上班一起回来 他那家是 他是勺的 这次我妈家的 那家往我吃木匠 我俩自己搞的对象 他妈就不从 虽然他没有得到丈夫娘的认可 可余大叔并没有放弃这段感情 他甚至对当年还没取进门的前妻 做出承诺 自己会对他好一辈子 当时前妻喜欢骑自行车 余大叔就利用下班后的业余时间 去捣腾自行车 那总捣腾自行车 今天就买 明天就卖 那条七凤凰这种车就像现在开奔轿轿似的 包马的 从捣腾自行车 捣腾磨车 然后捣腾气车 余大叔用实际行动证明了 自己是个值得托付终身的人 最后他和前妻终于结婚了 结婚后的余大叔 被调到场子里的车队当队长 负责车辆的调动 而前妻也被余大叔安排了个轻松的活 余大叔对前妻那是捧在手里怕碎了 含在嘴里怕话了 小日子过的也是有滋有味的 直到结婚后的第十一年 前妻的行为毁掉了他们幸福的婚姻 离婚后的余大叔 为了顾及儿子的感受 一直都没有再找 如今儿子已经成家立业 余大叔觉得是该被自己考虑了 那如今的余大叔想找个啥样的办呢 根据于大叔的要求 洪娘想到了一个合适的人选 曹丽群 曹阿姨59岁 离夜 退休金2800元 住房面积30平米 曹阿姨独自一人生活了二十几年 曹阿姨说这些年她是苦过来的 现在住的这房子是她拼命正来的 如果没有这房子 她现在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 之所以会是这样 都是因为过去的那段不幸的婚姻 曹阿姨的前夫是个性格暴躁的男人 结婚之后两人经常吵架和冷战 但没想到的是 前夫竟在她怀孕的时候 还动手打她 我要自己出去买水果买苹果 就是买那个烂的 买那好的水果的贵 也没给她妈拿过去 因为是不好坏的嘛 就完了我俩就吵起来 吵起来我女人 还有五个月 总是欺负我了 为了孩子她选择了忍耐 直到孩子十岁的时候 曹阿姨才不顾一切的和前夫离婚 离婚后的曹阿姨 没地方住 只能去住宿舍 靠着打工来维持生活 没有房子 没有工作 就自己收狱 这公寓就是那个上下屋 去公寓那时候 住公寓的都是 小小孩外地来打工的 这十几年来 曹阿姨通过自己的努力 才有了现在安稳的生活 那如今的曹阿姨 对找另一半有啥要求呢 跟我同岁的 或者那个65岁内的 工作就是四千块钱左右吧 房子必须得有 就是说得不希望大男的福 但是我希望他是大男人 了解了曹阿姨的择偶要求后 红娘觉得她和于大叔很合适 于是红娘决定 马上排两人见面 曹阿姨在徐大叔来的路上 就开始准备几套菜 来招待于大叔 大姐 我说忙着在吗 你还准备几个菜 来的就是客啊 然后姐叫老李琴 正常 你走 你爸爸叫 于扬 名字挺好听的 于大哥 一见面 两人对彼此的第一印象 都没太相中 老点 老点 你觉得他大概来多大身处 其实来 哪里都不大身处 六个四 弄得也老四看 两人都决定先了解一下彼此 二人边聊边吃 在抽烟喝酒的问题上 并没遭到曹大姐的反感 两人的相亲气氛也是越来越好 接下来 于大叔主动的介绍起了自己 余大叔在工作上雷厉风行 引起了曹阿姨的好感 二人在逐渐了解彼此的过程中 都慢慢的发现了对方的优点 接下来 于大叔更是主动的说出了 将来工资的规划问题 看来徐大叔心里真的相动曹阿姨了 所以才说出了两人在一起生活之后 钱啥花的是 对此曹阿姨会有啥反应呢 曹阿姨并没有就于大叔 关于钱啥花的是继续往下落 而是如实的说出了自己的情况和内心的想法 其实曹阿姨是担心对方会介意 自己儿子还没结婚这件事 那于大叔是否会介意呢 谁说没成家的孩子是负担 说不定那还是福心呢 于大叔的这句话 是彻底感动了曹阿姨的心 因为他很担心对方会介意自己 这没成家的儿子 没想到在于大叔心里 这根本就不是事 接下来 两人进行最后的表态 最后两人的相亲宣告成功 老铁 对于这场相亲 你有什么看法 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 今天来相亲的这位大叔幽默感爆棚 相亲现场 他频繁的和女嘉宾玩笑互动 但在玩笑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隐形啊 好久不见呢大哥呀 刘玉才 刘大叔65岁 丧好 经济收入每月4000元 住房面积60平 刘大叔曾上过我们的节目 一进屋 红娘发现刘大叔家的屋里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这全部都重新的 重新整一下 你看哪个大姐 幻想了我来 不想再修了吗 除了屋里重新装修之外 刘大叔的车也换了一台新的 这小车啊 挺好 空间啥子也挺大 非常好 挺不错挺不错 这要是真找着老伴 老伴开车一起兜风 挺好 就是啊 为了找个老伴 刘大叔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 那刘大叔究竟想找个啥样的伴呢 年龄相仿 这个女性必须得干净 不先不能打麻将 喝点小酒我不反对 并且还支持 了解了刘大叔的择偶要求后 红娘给他介绍了一个合适的人选 陆百华 陆阿姨又是二岁 离 退休金两千五百元 住房面积五十平 衣服啊 没事 拥抱一下 拥抱一下 今天这衣服好看啊 今天 吓吓吓吓 给你们介绍一下 刘一才大哥 然后陆百华大姐 你好 欢迎 他就别抱了啊 不要 刚刚见面 刘大叔的幽默 就给陆阿姨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还可以 还可以 演员还可以 接受 而刘大叔对陆阿姨的第一印象 却没太相中 虽然对陆阿姨的演员没太相中 但出于礼貌 她还是坐下来和陆阿姨进行更深入的了解 一见面 刘大叔就觉得陆阿姨有点面熟 原来两人曾经还真有交集的这种巧合 这不免让两人增加了一份亲切感 接下来 刘大叔又向陆阿姨问起他前段婚姻的情况 接着刘大叔又向陆阿姨问了两个问题 看着陆阿姨儿子的结婚照片 幽默的刘大叔竟做出这样的一个举动 真别说 俩人的外表看起来还真的有点相似 刘大叔幽默的言谈和举止 让陆阿姨对他的好感度又增加了许多 接下来两人又开始聊到了年龄的问题 以陆阿姨大三岁的刘大哥看上去确实比较年轻 面对红娘的称诞 幽默的刘大叔又开始展示起来 刘大叔的幽默让现场的氛围再次活跃起来 接下来刘大叔对陆阿姨说出了这样的一番话 看了陆阿姨的手指 又听了陆阿姨的回答后 不知啥原因 刘大叔开始变得烦躁了起来 到的好好的什么突然提出要请大家去吃饭呢 难道是刘大叔想通过吃饭 来增加一下彼此的感情 还是有别的隐情呢 原来刘大叔刚才一连串幽默的表现 只是用来缓解尴尬的气氛而已 得知刘大叔的想法后 陆阿姨也和红娘说出这样的话 最后两人的相亲已失败告终 朋友如果你也喜欢老年相亲的节目 那么就请关注我 我每天更新一期 我们下期见 大哥这小生活过的 那叫一个滋润啊 现在就差个老板娘了 给大哥点个赞加油吧 看能把小姐姐带回家吗 王大哥离异 年入十个W左右 现经营一家粮油店 大哥那你家这生意挺好呗 还行 上天这不全新进的 上天都满了都钱空了 大哥这个买的做了十几年了 做的还是不错 每当有人向他请教生意经 大哥总说哪有啥技巧啊 我老回头饿了 吃好了 你们觉得这个 我姐我姑娘这呢 好嘞好嘞 我走啊大哥 吃好待会儿 吃好待会儿 我接着请啊 大哥觉得买卖做的好不好 第一就是产品质量 第二就是做人 别看生意好 平常都舍不得找人 我绷了二十斤 我能绷十个呢 八九个我能背 二十多斤 身体好 跟前一半小伙子都没有身体好 大哥是农村出生的 十几年前为了孩子有好的教育 才搬过来成立 后来到我儿子还挺聪明 行喽我整十里吧 那农村 咋着皮农村教的好 我感觉 就这么用孩子 把孩子整个压子 不仅如此 大哥非常顾家 只要是能赚钱的火 啥都愿意做 我这是国家人 你看自己腌酸菜 腌大盘酸菜 楼上还两缸的 现在一块多钱 两块来钱 他卖些能卖十多钱都得 做买卖不能贪大 要用小钱赚大钱 所以没有放过任何一个赚钱的机会 年收入吧 我自己可能十万左右吧 但是有媳妇 我出去开车 那天上舍领走一圈 卖了一百多袋 每年除了租金 纯收入再十个W左右 想找个办也是找个帮手 因为太孤单找个办陪自己 几个月前 因性格不合跟前妻离了 现在想找个志同道合的人 把余生过完 看得出来 大哥平时原步 无论是哪个大姐得了他 都会对人家好 老年相亲多之间 因为性冷淡离婚 这不是很正常的吗 你们觉得呢 来看看大姐人咋样呢 断解48离异 现在找工作阶段 我在这找工作 找工作 那你在这边一般都找啥工作呀 就是找个 那个小单位啥的 做个饭啥的 给五六个月 对七个月 大姐早年是家庭主妇 自从离婚就开始找活干 前些天身体不舒服 恢复好了才出来干活 平时住的话在哪住啊 住的话上班的话就在 上班那住 不上班 不上班又回家 回我妈家那边 大姐没房子 不工作时就住母亲家 找工作时就住宿舍里 乱了 都是行的啥的 太乱了 没事 最有养解 特别好 长得还漂亮 挺好的 放心跟我们介绍 看得出来 大姐的人员挺不错 大家对她的终身大师很上心 其实大姐很渴望 有段甜蜜的感情 因为以前没有被好好对待过 怎么下离婚呢当时 就是说我抛不成了孩子之后 姓老大 你抛妇产 那我抛妇产 那几年姓老大 她就打电话 那我这方面那几年不行 反正我一来 大笑脸真啥 我也能说 我说那你给外边找 那我不说那哪 那你不说给人家 该找不得找 大姐因为之前身体不好 所以她觉得 前夫的出轨情有可原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过了 毕竟她顾家 她顾家 她顾家 跟人家扯完毒 然后就拉倒 我就回来了 她要不顾家的话 那我不可能跟她那啥 大姐一直艰难的 维持着这段婚姻 当时以为自己的病 一直不会好了 所有对爱情都有期盼了 我现在我那方面 往也没看 也那个觉得心不能好啥的 后来自然然 她也好了 后期好了 他们也有 也有联系 后来实在将就不了了 亲情都没有了 将就不了了 两个人的感情 在一次次的争吵中消磨了 直到孩子大了 才离婚 把东西都留给孩子 净身出货 那大姐想找个 啥样的缘分呢 我要求不高 我条件也不好 大姐觉得自己一无所有 再找办 不要求人家啥都 唯独就是能对自己好就行 那么两人能牵手成功吗 老年相亲多之间 说完离婚原因 心里突然顾虑起来 就不想那啥 就看着 找一家吧 就不想再找第二家 都这么大年龄了 不想来回来 啥 这是啥情况 来看看最后能在一起吗 两人一家面感觉都不错 挺好的 我看着挺有艳业的 脸也挺好的 还行挺好的 你长得是挺 慈善的样 挺好的 一年这个大哥这个收入不少 然后大哥说了 还行 但是一个人反正是这些收入 这要是再有个伴的话 就是媳妇啊能看看店 他还能再出去好保持收入 还能用赌 不知一家买 你肯定是逼给 参观完店铺后 大姐断定大哥肯定很能干 但接下来的聊天 却让大姐心里泛起嘀咕 大姐 你有没有觉得说 你俩还挺有不近相的 有相啊 有不一样啊 有点啊 有发发 我又找一个 也是挺好 哪方面都不错 就是 性格还是不行吧 多少心里有点困难 就不想那啥 就看着 找一家吧 就不想再找第二家 都这么大年龄了 不想来婚的时候 这个的时候 聊起婚姻 大姐建议大哥两次离婚 经过劝导大姐放下了芥蒂 大哥却只喊干饭 你这没词的 这也没词咱吃饭去吧 哈哈哈哈 老老心情爱好 有没有啥心情爱好 麻将 烟酒啥都不行 这方面挺满意的 吃饭去吧 哈哈哈哈 没词的 紧张 这四十大 你干啥也紧张 百分吧 打一百分吧 哈哈哈哈 先打个八十分 哎呀 哪才打八十啊 那二十差哪了 个儿稍小点 聊起兴趣 爱好这两都满意 可是大哥却觉得 大姐比较矮 经过劝导 大哥也就不在意了 可接下来说到彩礼问题 那大姐会咋回答呢 就是假如真的走在一起的情况下 彩礼最少人 啊那没有没有没有要求 哈哈哈哈 这人有不要什么 没有给就要不给不要 哈哈哈哈 挺好的挺好的 从一季无大哥就张扰着吃饭 眼看两人越来越好 就同意了大哥的要求 谢谢大哥热情 这不是热情 大哥说今天见到大姐 终于是找到了心中的爱情 还准备了惊喜 妈 他跟你挺浪漫 哈哈哈哈 太小了 也有了 意思意思 年轻先生没送花 但是四十大来吃花呀 来美女来 送点花吧 谢谢大哥 感觉特别惊喜 漂亮 漂亮 那特别香 香了 这下两人决定在一起处处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老年相亲去世多 咱们点赞关注走一波 我们下期见 See you 你得来我看你是不是我那盘菜呀 大妈说话卡长快 是不是我的菜的看看 你瞅他走到干啥的都不行 是你瞅瞅 没干活呢 干活他都蘑菇活 他都不带撒的劲 这盘菜大妈吃不吃先不说 品相就差了些 我俩一人拿七个龙葛包米 他都酿不上我 要是 干活都能甩他十条街 要说这位59岁的长大爷 也不算是蘑菇人 还没到大爷家呢 红娘就听到大爷进的音乐 哎呀 这家放啥歌呢这是 哎呀 这干啥呢这是 这音响呗 咱先过来听不清啊 音响攒劲得很嘛 主要大爷有攒劲的节目 大爷在山上承包了两个鱼塘 拌的农家了 适合游玩一条龙 说的红娘也写痒痒 于是大爷开上他的奥巴托拉机 一路拉着红娘上山 到地方的鱼塘却没鱼 这里头现在还有鱼吗 现在没有鱼 连我都卖了 你啥时候卖的呀 把姐 卖点 我还信那个鱼塘有鱼 以后带你们上看那个鱼塘看 哪个鱼塘 两个鱼鱼塘 红娘心想 我不就是想看鱼吗 没你带我来干啥 到另一个鱼塘后 大爷紧着下水抓鱼 路了吗 你让那家跑一挖上来了 还是吗 趁那鱼塘啊 你这路咔嚓一路 不是 那头你把鱼塘往前跟着都跑了 那鱼跟那边都撩了 大哥 也不是一回给我整鱼了 这鱼在里头待着呢 来 给我起吧 撩了 哎呀 整了一圈 一条鱼也没抓到 严肉怀鱼塘没鱼 大爷说自己养了五年鱼 却没攒下钱 你们说家里有 外里有挣钱的楼前爬 家里有装钱侠嘛 这侠没有你咋做 那时候我老婆的有病 那时候有病 拉了 没机会了 都给我还 虽说大爷姊妹六个 还饥荒都是大爷 也就没攒下钱 我老母亲 我跟我老母亲在一块 我老母亲 我这头二年也去世了 生我一个人的 太孤单 真想找一个 找个农村实在的 实在跟我过日子 我这带出来 大爷想找个在农村过日子的 大姐也想找个老实汉后的 我想找一个 心地善良一点的 心地 就是通情达理的 比如大两岁 大十岁都行 他就老实 汉后 红娘带着大姐来 带着家来 无力无外转变了 也不见人 喂大哥 我们到家了 你上哪去了 我这就在 我一家 看牛下哪儿去哪儿去 看牛下哪儿 谁家牛要什么呢 我那个 没有家的牛 要走 没有他 没人家呀 你是帮人 接生去了 给牛啊 对啊 那你 你妹家来哪儿 不也在这个村吗 人家 你们来高车 这个 我这么找 那你等我吧 我们现在过去 相亲的 大爷跑去给牛接生 本就是农村的大姐 倒是很理解 一个小牛都抵一年的收成 给牛接生很关键 这个就得的牛杂多 就全只 这是一年收入 可重要的事了 他就相当于一个人 一个劳力打一年公斤 来到妹妹家 牛还没趴窝 一时半会还下不了载 于是俩人先唠唠 大姐没想中大呀 看到家里的环境大姐 也心凉半解 大姐要找大高车 还得长得帅 大爷这边呢 好像不能心中 个头一样 嗓的也不复杂 你喜欢 你喜欢个高 喜欢富台的大姐 对 不有那句话吗 一边 或许个说胖的 吃鸟子吃胖的 小词还整得挺转 既然两人互相都没相中 大妈也就快速结束战斗 我这也是学家来的 这个素战事觉吧 还是没演员 是吧 没这原分 是吧 大哥早的 能找到更好的 我也希望你找到合适的 多好 多么和谐的相亲画面 两分钟搞定 水也别耽搁水 这样也挺好 接着红娘 又给大姐介绍了 错大妈 我就这一堆块 现在吧 就像你我这的孩 咱俩偏说万说也没有用 最起码的 换句话来说 不是说像年前 我们那啥拐子 说拐子才会干 你得来我看你是不是我那盘餐呀 听说话就知道大妈是个做事干练的人 千夫去世的早 自己拉扯两个孩子 一个正上大学 一个姑娘患有残疾 农村杂活多 瞌睡不睡总要从眼前过 就连大爷都佩服 这行 瞅哪都行 能干活 农村人 人家这些活在这摆着呢 一个人又没有战户 人家为那些猪 还动四场作地 就是女强人 养了二十头猪 还种了四享地 造就了大妈雷厉风行的性格 这么要强的大妈 能想中大爷吗 我感觉你不瞅大哥呢 不瞅 瞅到哪都不省谁 长的 你瞅 这咱们这闲闹科 你这个人就先别多 你瞅他走道干啥的 都不行 你瞅瞅 没干活呢 干活他都摸过活 他都不带傻的劲 要不然你就是说 这个政务就不愿意打地 我俩一人拿七个龙狗包米 他都念不上我 要是试试 大妈干起活一把好手 一般人还真比不上 听着大妈的评价 大爷不服戒 正好大妈家有工人干活 就上房证明自己 我一人都盯着 大妈人俩一人干活 那咱们不都是什么 这一个人呢 就是说我这房间房后 一上来的 我都是自作者 反正也连在家 看这禅畏 看我这家 这个有个禅畏吗 我这 咱们都丑话说到头前 你别到时候 在 你看 赶脚到说 这不行了 我还要是上大学 说我呢 能接受我这一切呢 别看我这说话 就像快一点 是 干活锚乱点 那你说农村就是一个人 他要是说这蘑菇 我这些活我撵出来了 对对对 咱们就丑话说到前头 是不是 我因为我供这孩子 我最像今天没九年了 我不跟你说吗 我不说话 咱就说到家吗 我也就这一堵一块 我家就这情况 听到大妈家里 还有个残疾的姑娘 大爷还能同意吗 还有姑娘呢 姑娘要能找回 也行 大爷觉得大妈负担重 大妈本就觉得 大爷不是一个利索人 所以直接挑明 大爷这一天相亲 就一个特点 节奏快 不过记 小伙伴觉得 这样的相亲节奏怎么样 欢迎留言讨论 这期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见 白了个白 大爷大妈来相亲 大爷上来就直奔主题 问出了一个 让人脸红脖子粗的问题 真是坟头 种牡丹 死风流啊 这位深藏不露的李大爷 今年六十四 退休金每月两千九百元 有房 大叔我看这衣服 真是穿旧了 还是不咋干净啊 这都是穿深藏了 这是穿旧了 还是没洗 是咋的呀 穿旧了 穿旧了 那你今天那个 我看你这啥裤子 也不知道平均 那今天相亲啥的 没换过医生呢咋 咋没换过医生呢 我其实那时候是虚假的 一块我就没有 咋虚假呢 平时啥样我就啥样 平时啥样就啥样 我们特意答吧 对对对 大爷这不叫真实 这叫躺平百烂 长得跟花果山搬迁 给他弱下了似的 谁给你的自信啊 可大爷说了 这辈子我就没自信过 自费你 嗯 就比方说你 你得那个半斤 你都弄好 你弄好 女的人都不跟你搞对象 跟别人搞对象 不跟你搞对象 这种人大事 去打烂牛是 你都不太招呼我 是不是 那还就不招呼你 嗯 然后你觉得心里 也就要觉得 这是你的歧视 一种歧视 怎么就叫歧视了呢 总不能让人家抱着你头篮嘛 这不是一软基石 不自量力吗 成年后 看着同龄人 都已经成亲生子 作为囤子里 出了名的小河童 大爷看在眼里 急在心润 大爷深知自身情况 找个理想型 肯定是不可能了 于是为了面子 退而求其次 找了个睁眼瞎 他是啥那高度近视样的 他是高度近视 他是高度近视 所以说 我说有个人就行了 就真的 他高度近视 就是影响正常生活吗 太影响了 老百姓说 就是二生眼 那小意思也二生眼 就是 半瞎不瞎 他干啥的时候 就是这种情况 两个人都因为 自身的缺陷 委屈求全 婚后 前妻更是觉得 大爷缺少阳刚之气 生活中 总是有意无意的 给大爷来点小思机 过去不有那句话 话不投机半句多 你话不投机 半句多多 说半句多多 你说你说 你跟人说话 能够打 是不是 所以我上早是买菜的 我们来一堂去买菜的 他买的玩意都说大的 比如买黄的 买大的 我也不得人家大的 所以说 啥都是 他啥都得大的 我说你这啥都得大的 找对象找个小额的 是不是 婚后的前妻如同强悍的母夜叉 尤其大爷的小额头 更是让他越看越上火 最后连装都不装了 借着更年期的油头 剥夺了大爷作为丈夫的权利 随着矛盾升级 大爷跟前妻最终结束了职场 没有爱的婚姻 从夫妻变成了石油 你这房子是我们单位 给我的房子 是不是 你说咋处理这个问题 我也不大 那咋处理这个问题 你得自己处理啊 后来能我帮你处理吗 那你找老伴之前 你这些东西得想好啊 他是比如我要再找一个 我再给这个手换了 现在他就进不来了 我说撬开我就撬开 撬开了之后 这应该到底会推你啊 会推你跟你 以后找个老伴使用呢 是 现在是 锁好叫 这是咋吧 说撬就撬 可拉倒吧 咱别搁这小母牛坐火车 牛逼轰轰 为了证明这房子是自己的 大爷壮了壮的 决定给前妻打个电话 你那东西你啥都拿着我 我啥都拿着我 我干啥都拿着我 你啥都拿着我 你啥都拿着我 那不我们家谁家啊 你别管我不要的也啊 我告诉你 你没有反正居住的选择 你是不是 这房子 这是我说那样的 我 你看你吓的 就这情况 这房子的事你能说的了算吗 可大爷再三保证 表示房子问题一定能解决 奈何红娘耳根自然 还真就回去给他巴拉老伴去了 结果万万没想到 刚要准备接接大爷相亲 红娘就接到了李大爷女儿的电话 她和我妈妈是离婚了 但是现在的这个房子呢 已经也不在她的名下 任何一个人也不可以在这个房子再娶 或者是说找了人在这儿过日子 所以要去顾问 现在我明白你 你对于这个房子的态度了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是就是不想让你父亲找老伴 还是就是不想让他们俩住这房子 我爸找老伴可以 但是绝对不可以在我们家那房子住 李大爷闺女的意思很凝确 想开春起到没意见 但想把新老伴领回来 门都没有 说来也巧 刚好给大爷介绍的这位父大妈人家有房子 能不能接受大爷道插门 那就得问问了 哎 哎 请进吧 哎 李振友 李大哥 哎 您好 您好 哎 哎 哎 妈 红娘咱这是啥眼神啊 这是一路人吗 一看就是好话插在牛屎上 不相配 要不是要上电视 怕是大妈要起身送客了 瞅瞅大妈 连看都不看大一眼 可李大爷这头却像腊月里的大萝卜冻了心了 直呼大妈不一般 这个这个女士不一般 你披我钱都不 我这个我瞅她吧 我就瞅她 她能不能先帮我 起码一看外表就不行 要不要掌心 大妈哥也不行 手掌心 要不能穿着打扮 起码穿着打扮的像样 大妈的态度毫无悬念 大爷却已经开始投入感情 还自信地表示 这姐们已经开始在乎我了 大姐咱们今天见面了 咱就听着 你跟我好叫大姐啊 我能跟你叫大姐 我说 今天都跟你叫大姐 你说我的 大姐你已经九十九四岁了 你管的 你叫大姐呀 我对她称呼 我都没法称呼 你们叫大姐 大姐说啥说短的 你说我都没法称呼 你咋没法称呼呢 我能叫老妈呢 你咋不能叫老妈呢 好意思 我都说了 我孙叔说 他还在耍 那他咋的 他就看我老了 看我孙叔比他孙叔大呀 他这个反应啊 我有一个感觉 他对我还是有好感 比方说 你跟他叫大姐 他不来一 他就说明对你有好感 为什么他不来一声 你对你有好感 孙叔起码来讲 他孙叔在乎他 是不是 真是千层鞋底 做塞棒的 好厚的脸皮呀 你管比你小的人叫大姐 人家还不能不高兴 一不高兴就代表爱上了你 老铁门 记住了 遇到这种人 一定要好鞋不踩抽狗屎 多远点 不信咱继续往下瞧 就说你们相当我 我有点没理 你没理啊 没理就对了 那就是说你们相当我 你知道的 但相不相当一说话 老铁不就知道了 你可是一说话 老铁也就知道了 着急 着急啥呀 真是鸡屁股里淘淡 够心急的啊 可大爷说了 咱就是有啥说啥 任何问题都要摆在明面上 然后呢 李大爷又提出了 一个尴尬的问题 我这个人吧 咱说生理上没病 有这个男女方面的需求 不知道 您能满足我 满足不了 反正正大事物了 咱们都不介意 就说这个 不像有个人进来 传说的 我不行 我不能满足你 再另选 我滴个苍田的 这是什么表演 咋的 在前妻那里失去的尊严 想在大妈之间回来啊 就怕你这小体格子是铁嘴豆腐脚 能说不能行 真是光着身子拉抹 丢了一圈人啊 看到大妈的反应 大爷这才有所觉悟 原来是自己是老孔雀开评 自作多情了啊 他说的挺对 脑袋还挺好使 挺聪明 大爷 赶紧回家跟前妻好好过日子吧 别再出来给闺女丢人现眼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啊 如果你也喜欢小弟分享的视频 那就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长按点赞三秒钟 咱们评论区一见 视频里这位老当一壮提出需求的大爷 就是今天的男主角 来自长春的陈大爷 今年已经78岁了 退休金每月4000大呀 七年前老伴因病离世 之后两个儿子也相继离开 至亲接连的离世 让陈大爷伤心了一段时间 老无所依的他就连住的房子 都是去世的儿子留给他的 但是日子还得过 陈大爷现在只想找个老伴安度晚年 别说你大爷就是你大爷 七十多岁还坚持锻炼身体 我再不能举那不就完整 这些挺轻松的 这都不练了 要练 我能举五六十个 除了健身 大爷最喜欢的就是吃 一顿吃四顿饭就说 下晚睡觉还得吃的又饿了 我都多的那多的吃 一天吃四顿饭 那没有准零食 别吃点零食 哎呀妈呀 哎呀 这个是啥饼干呢 牛奶饼干 很好吃 牛奶饼干 还有啥零食呀 饼 你看咱的饼还搁着饼子的 都是饼干 我吃的不缺嘴 不缺嘴 话说你我乐吃啥买它 这算着大哥家随时都可以看到吃的 你看 你看我这也不怕饭的 你看这就下啥也不缺 看看都吃的啥的 哎呀这家真满能啊 我这都本地鸡蛋 大爷除了贪吃 还喜欢打扮 衣柜里服装是塞的满满当当 这里都老多艺人的都套子的都老多了 这个堂庄 这里边也是堂庄啊 对 陈大爷说自己一个四千退休间也没啥负担 而且对找老伴也没啥要求 这样红娘想到了同样丧偶的七十五岁王大妈 两人发展会怎样 家人们点个赞 咱们接着往下看 我这个人就这样 就好历史 就好历史 你这个埋子我受不了 这位就是大叔的相亲对象王大妈 七十五岁 丧傲 每月两千退休间 也是有方的女无负担 年轻的时候曾是车间主任 七年前老伴的突然离世 让他感觉到这个岁数身边的有人陪着 要不然有什么突发情况都没有人知道 我这个人就这样 就好历史 就好历史 你这个埋子我受不了 你看下边那小背袋给叠了 谁呀 他们大姐的背包啊 真是 房级又还有 你会缝纫活吗 会 给人家做的酷 全是酷 王大妈说自己特别适合过日子 家里上上下下打理的老力症了 平时还喜欢用缝纫机做点手工火 实在无聊了就去听听健康课 时间长了一个人的日子 还是让他感觉到了深深的孤独 所以他想找只冷知热的老伴一起过日子 这起码也得直腾直热的 直腾直热的 对啊 没啥福担的 俩是 都互相的啥被包拥的 地点有限制的 地点没啥限制的 于是第二天 红娘就带着陈大爷来到了王大妈家了 陈大爷一进这个房子 就对大妈家的电梯特别满意 你看大姐家的房子咋样 房子行 这个咋是房子行 可惜 这陈大爷第一次上门还带了见面礼 做事挺讲究 两个人简单的介绍下 阿阳感觉两人挺搭配 没想到他们的彼此的第一印象都不大好 大爷觉得大妈一般 但是相中了大妈的房子 而大妈觉得陈大爷这个子有点 两人到底能不能成功 家人们点个赞 咱们接着往下看 不是你是不是小时候有毛病 小时候是不是有毛 我有啥毛病 那你为啥没长起来 这大妈讲话也是毫不避讳 当场就把大爷问及隐了 人家大爷说了 个矮是小时候干活扛木头 错过了生长发育期 这可是关乎男人的尊严 对此大妈是这么说的 看大妈嫌弃的 别看大爷个子小 但浓缩的都是精华 大妈虽然还是有点介意 但是还想深入聊聊其他的 你会打麻将啊 会啊你会不会啊 臭乎不敢说会 反正也臭乎 瞎玩呗咱也不玩 赢钱不得 赢不赢钱呢 赢多钱多餐的 一马里玩 两马五里玩 就是小木四剑跟你说 两个人都聊到爱好 眼看越来越顺利 他俩平时都好打麻将 大爷不抽烟不喝酒 这点让王大妈很满意 两个人又聊到了性格 大爷说自己脾气急 但是都这么大岁数了 难道还能干这样咋的 这大妈好像多少 还是有点嫌弃大的个子 觉得大爷没进 两人当场就掰起了腕子 大爷这有力的臂膀 瞬间征服了大妈 让大妈内心身处 开始翻起涟漪 这是大爷提出了的小小需求 孩子你也过了一年 俩人不到一起吧 不带合理 俩人非得给一块睡觉 他干不干呢 那我需要他不干 那我能和他来吗 大爷说自己找老伴 最在意的就是这个 我说大叔还真是老当义壮啊 阿阳都干卖下风 对此王大妈是这么说的 我都十多年没了啥了 说老头没了十多年了 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失求 这王大妈说话也挺敞亮 表示自己也不知道那方面行不行 但是应该没问题 陈大爷对大妈这个回答很满意 大妈也觉得他还挺难忍的 接下来两个人又聊到了财政大权的问题 钱咱说我的工资怎么办 那你说吧 我说 我说我不给你 我不给我 大爷说了 他必须得掌握这个财政大权 在钱这一块的水也不好使 但是他也表示 可以承担两人吃穿喝的开销 大妈对此是这样说的 零花钱的问题解决了 异地的问题两个人都觉得可以两头住 都不是啥事 最后大妈还给大爷煮了饺子吃 严重我这相亲算是成功了 家人们是不是也羡慕这 祝福他俩能有一个幸福的夫妻生活吧 什么事啊 仍然是 bare